香港国际机场 在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运输中心的地位上 扮演重要角色 航空货运占香港进出口货值超过40% 自2010年起 香港国际机场成为全球最繁忙货运机场 更是全球首个机场年货运量突破500万公吨 机场拥有广阔的航空网络 紧密联系全球各地 从香港出发 可在5小时内背抵全球半数人口居住地 香港国际机场现有3间航空货运站 及1间快递货运站 配备先进设施 总货物处理能力达每年740万公吨 航空货运全日运作无间 海关还提供24小时的高效清关服务 电子商贸行业增长蓬勃 为快递及小包裹邮件空运服务带来庞大商机 全球顶尖快递集成商 均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 其中 敦豪正扩建位于机场的中亚区枢纽中心 完成扩建后 枢纽中心的处理能力将增至每年逾100万公吨 机场管理局将继续与香港邮政合作 以应付快速增长的航空邮件量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物流业务菜鸟网络 计划发展机场岛上的过路湾高端物流中心 成为亚洲的智能物流枢纽 预计将于2023年开始营运 待物流中心全面投入运作后 机场的货运量将会大幅增加 近年温控货品成为增长最快的货运业务之一 机场备有超过30个冷冻托卡 以便在机场内提供无缝的温控运输服务 航空货运站还设有不同温度的冷藏库 机场现有7间货运营运商 获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医药品冷链运输认证 在营运商支持下再配合机场管理局拥有的专用设施 香港国际机场成为这项认证的认可合作伙伴机场 同时香港国际机场还是Farm Aero的策略机场成员 提供优质及涵盖整个机场的药品处理服务 香港国际机场还是全球首个获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鲜活货物运输认证的机场社区 足证机场具备卓越能力 就处理鲜活海鲜、蔬果及冷冻肉等鲜活货物提供高水平服务 除了空对空转口货运外 最近开通的港珠澳大桥也有助机场扩展市场 三跑道系统于2024年启用后 将大幅提升机场运力及联系能力 并为陆空及海空等多式联运服务创造更多商机 香港国际机场致力提供世界一流的航空货运服务 高效运送货物至全球每个角落 香港国际机场 全球最繁忙货运机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